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想做掩仔蟹蒸發 用龍仔荷葉掩仔蟹蒸發 有一個竹的蒸籠 另外有兩隻掩仔蟹和荷葉 先用水浸一下蟹 加少許鹽 讓蟹套些污汁出來 起碼浸幾個小時 浸一下時間就準備其他東西了 洗一下蟹葉 蟹葉蠻骯髒的 所以要用水沖乾淨 洗完之後 用熱水浸一下 起碼浸幾個小時 才可以浸到軟 蟹葉浮面 用重的東西摘著 容易浸軟 浸泡了兩個多小時 看看水 真的蠻髒的 接著就可以洗蟹 用刷子去刷蟹 刷走泥 相當多泥 刷一刷就刷走一點 都未完全完成 要繼續洗下去 可以用刷子去刷 在肚子上 很爽快 一刀 就完成 撕走它 掩開 然後再把它撕開 撕走些塞 接著就要用水沖乾淨 看看有沒有泥黏在殼上 另一邊也是這樣 一樣是撕走些塞 接著就洗個殼 殼邊都相當多泥 剛才用刷刷都刷不正 在這個位置撕下去 裡面 這個位置就是胃 這樣就可以拿走胃 不能吃 用水沖過蟹殼的時候 小心點 不要沖走太高 接著就攪一個蟹鉗 用毛巾包著它 容易拍些 而且如果殼 剛好會脫掉 都不會到處飛 好 準備去醃一隻蟹 一粒乾蔥 撕走些衣 接著把它切碎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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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粒蒜頭 拍一拍它 容易撕走些衣 放進去 蒜蓉 放進去 2、3片薑 切薑絲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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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放入去 我這隻紫天椒是乾的 通常我買了紫天椒回來吃不完 我就會曬乾 魚露 我這隻羹 一湯羹 生抽 兩湯羹 紹酒 一湯羹 少許鹽 大約半茶羹 少許胡椒 一茶匙糖 半湯羹蠔油 一茶匙粟粉 一湯羹煮食油 拌勻 大約半小時左右 預備些蔥絲 我用這個方法 用叉子刮一下 用醬匙刮一下 他們會有很幼 hun的蔥絲 坊間有些工具是專用來弄蔥絲 你喜歡就買吧 蔥絲解定之後 便用水浸在河裡 浸在河裡令它更青嫩 亦去走新辣味 切些芫荽葉 亦都用水浸 沾住 河葉浸好了就可以拿出來攪拌 看一看,河葉很多時候都會有些 穿洞 所以要選一選,一塊不夠的時候 鋪夠兩塊, 確保不會穿 用電飯煲煮好飯 我這裡是 300g 左右的米 接著把河葉和飯 放進籠子裡 再把蟹平均鋪在飯面 放下到面 醃蟹醬汁不要浪費 淋上飯 然後就可以包起 可以用少許牙籤封一封頂 同時間煮好一鍋水去準備蒸 不要太心急 因為蟹都相當厚 還有飯 還有荷葉 起碼都要中火蒸半小時 水滾放進去蒸半小時 半小時後完成 小心拿出來之後 撕開荷葉 再在上面鋪上芫荽和蔥 淋滾油 這樣一個很棒的龍仔荷葉染質蟹蒸飯 就可以完成 不可以上桌 老實說 我覺得飯比蟹更好吃 飯是極品 好棒 開餐啦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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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